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同大家睇過網路新聞, 這個新聞就說有個內地女人坐港鐵頭等就無付錢, 然後被職員查票時馬上做了一件事, 竟然無需罰款,到底是做了什麼事呢? 我們一起睇一睇吧! 其實香港那裏坐這個頭等車廂, 如果你是無買票的話是會罰你一千元, 這個大陸的女孩子就在小紅書發文, 就在香港坐地鐵一等再買票, 小心被雷,路省一千, 到題目就去講述事件, 他說聽同事建議,想體驗一下跨城的地鐵, 沒想到差點就被人罰一千, 表示到她在星期一, 3月18日晚上在香港回深圳, 聽同事說想體驗一下跨城地鐵, 於是乎拿了100元, 去到港鐵金中站售票處買了一張 頭等車廂的單程票去到洛馬洲, 和售票的哥哥仔講了兩次, 麻煩買一張一等地鐵票去洛馬洲, 哥哥仔就給了一張收據和粉紅色地鐵卡, 和普通票是無分別的, 他說道因為收據沒有寫頭等字樣, 令到疑惑又不安, 但為了第一次去體驗港鐵的一等座, 他仍然是坐了一等車廂, 因為買這些票先用了五十幾元, 和他同事說的七八十元略有差距, 內心雖然不安, 同事說要小心, 車上有人查票罰款大個機率不高, 又叫他看到人馬上走, 但他仍然抱了一種買了票, 應該沒什麼問題的心態, 就開始瘋狂搜尋小紅書, 同時亦準備走去二等車那裏, 發問這個女人瘋狂解題時, 列車行了三個站, 週一四到五個職員上車查票, 開始瘋狂掃每個人的票, 於是樓主強作鎮定拿出車票, 證實原來他沒買到頭等車廂的車票, 果然機器上出現了個大紅叉, 怕什麼來什麼, 強來沒什麼好下場, 樓主表示由於是初犯, 沒有罰款一千元, 港鐵職員算得上通情達理, 發了通知單, 而他只能坐二等座。 樓主最後提醒其他網民, 無必要注意頭等座, 頭等的字眼, 以免自己被人罰款, 如果沒有這些字眼的話, 其實就是普通座。 其實他買票的時候已經講了頭等, 會不會因為言語溝通問題, 導致買錯車票呢? 因為正常來說, 都會講頭等的香港, 就沒有人說一等二等座, 可能職員聽錯了或者不理解, 直接出了普通票給他, 因為如果出貴了, 可能又會被人罵。 而根據港鐵的資訊所講, 如果沒有持有有效的單程票, 或者沒有取得頭等確認的八達通, 坐頭等車廂的話, 是要交付加費的, 費用大概就是一千元港幣, 而且不設保票。 所以這裏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因為你這樣坐的話, 是很容易出貨的, 以前可能查的人不會很多, 那些車廂以前都有坐過一下, 感覺上沒有什麼人查票的, 但是現在不同, 是多了很多這些大陸旅客過去博大帽, 可能也有不少人, 是叫做根本都沒有買頭等的, 然後照坐, 因為他們自己不知道, 見到有位就坐, 他們也不知道是頭等, 那樣就糟糕了, 所以變成港鐵的職員多了出去查票驗票, 以我記憶中, 以前就算是一直坐, 我都未見過有人查票的。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可以吧,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